但是现在我们家是这个老太太居多了 这个100岁的姥姥 87岁的奶奶 我妈 我几个婶 我姑 然后我经常 我就是这个老太太代表团 我是翻译 会计 领队 我印象最深的一回是我们坐邮轮 就我这英文 因为我害怕他们那个不方便 给他们坐的是VIP VIP给我们一个房间配意大利的管家 我英文都不行 我还跟意大利话 就那我觉得那一个礼拜 我英文快恢复了 我能给人家交流了 热水不会说 老人都喝热水 Hot water 他跟那个船上 基本上他有点美化自己 他这语言确实不行 他就跟比划 他跟人倒水人倒凉水 他不成了他给老太太喝热的 他跟就比划 那管家 他就这样 这没办法 实在没办法 我跟王芳出去 他们要是一忙 没时间 那我出去 有一次我实在是想买个鸡蛋 就是说不明白 我最后没有办法 我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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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买了 就要人家把手指给你了 这是姥姥 姥姥 姥姥 一百岁的 一百岁的 这姥姥太开心了 我姥姥认着人不超过五个现在 是吗 认着我是最轻的 从小我说我姥姥背着上学一块带大 对 那时候背着我上学的时候 老太太都七十多岁了 那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 老人是这样的 但是我刚才为啥说亏欠 就是亏欠孩子 孩子了 因为孩子现在上学 我的时间有了 但是他的时间不行 也谢谢岳波 就是那个下次我去的时候 我那票呢 你就原价 王老师就免票吧 免票 免票 反正我们就有这优惠政策 对 这个我们都是跟国家同步的 是吧 八十以上都免票的 谢谢岳波老师 谢谢